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长期造症的人 主要是长期都会拉肚子 但是呢 也有些人是便秘和腹瀉交替的出现 会这样的过程呢 会长达数年 他会经常的腹痛 甚至有些人呢 风吹到他 他就觉得肚子冷冷的 然后他的下腹就开始痛 然后就想找厕所 解完便呢 他的状况就又好一些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反复的出现平时还好 上个厕所就解决了 但是呢 在车上 课堂 在开会 这就有点尴尬了 腹痛每个位置 都会呈现不同脏腑的问题 而且呢 配合的症状 也有不同的疾病要被诊断 最怕的是像蓝尾炎啊 胆囊炎啊 胃胀炎啊 胃穿孔 这些有危险的疾病 需要紧急到医院做手术处理 我们从他的部位看来 很多丈夫 例如说他在胃碗痛 胃碗痛的部分 就是跟胃有关系 如果呢 在肚脐方面 脐躯痛 他就跟小肠的蠕动有关 如果呢 是在小腹 就是靠近你下面这个腹部呢 的疼痛 要小心 你有面绕到感染的问题 还是你有子宫的问题 如果在两侧的少腹呢 大概都跟你的排便有关系 但是有些痛也比较特别 会从前腹 痛到背后 甚至痛到肩膀 这可能就跟你的胆囊 或胰胀有关 腎结石 也会造成腹痛哦 所以要诊断大肠肌道症 要把上面的问题 全部排除掉 才可以好好的治疗 中医也是这样的诊断 除了一些发炎性的疾病 大肠肌道症病人 中医还会关心他的 像饮食的问题 像他的吃东西的量 会不会暴饮暴食 对他的肠胃伤害 非常的重视 尤其他的进食时间 是不是有规律 是不是跟身体的 一些荷尔蒙 分泌物都准备好了 才吃饭 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你不按时吃饭 你的肠胃就会经常 受到食物进来 它还没有准备好 等到食物大量进来 它又匆忙地要消化 而引起的 堵在肠胃部的一个症状 中医会称为它食肌 除了腹脏之外 它也会造成你的排便反射 让你的大肠蠕动加快 想要大量排出这些的积极物 让你的肠胃的疼痛加大 但是有些人的肠胃 是蠕动比较差的 它表现的就是便秘 这些也是大肠肌造症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 终于称为它胃加食 肚子里面有一堆大便推不动 膨胀到肠子必须要靠 腹胶感神经的反射 去促进它的蠕动 但是大便又太硬 太多挤不出来 就会产生便秘后的腹脚痛 我们曾经有一位16岁女孩子 到我的门诊区在看腹痛 于是我帮她做一些检查 发现她的左下腹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硬块 我就问她说 你多久上一次厕所 她告诉我七天 这样的腹痛自然会形成 因为她排便都不顺畅 所以只要解决她的排便 就可以解决她的腹痛 附带一提 我认为小孩子的便秘一定要调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从小到大 第一个碰到的困难 就是排便的问题 因为大便是小朋友 这一辈子碰到的第一个困难 他的一些意识 就会在这个每天的大便中 会形成的一个逃避的行为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小朋友 他每次要大便 他就把肛门说得好紧好紧 一直到那个大便的便意 出不来为止 其实这样很糟糕 小朋友就因为这样 常常去挂急诊 去通肠 这种痛苦就让小朋友更恐惧 他觉得排便是一件 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长期便秘的小孩子 比较容易造成一些逃避的行为 因为他上不出来 要等很久 又会很痛 所以久而久之 就会形成他的个性上的改变 这个小朋友 我给他了一些中药 让他的大便变软 也比较好排 也请他父母告诉他 怎么样上厕所 会比较快 比较舒服 如果他上完了厕所 也要给他一些鼓励 于是他的症状 就慢慢地减缓 不然排便不好 到时候感染的时候 就会引起高烧 中医里面呢 伤寒杂病论里面的 大成鸡汤 就是在治疗这种便秘 兼感染后的高烧所用的 里面有一些大黄 厚魄 紫石 盲销 可以软化你的大便 大便排出来的 也可以退烧 这个不只有中医这样做 西医也给肝门塞剂 让小孩子来退烧 中医很早就发现 这些药物不只在退烧 也会让肠胃蠕动变好 肠胃的大便能够排掉 身体的温度就会下降 因为我们的肠子里面 的食物若堆在那边 有55%的热能 都会化成身上的热 于是食物堆得越久 热就产生越多 所以把大便排得好 排得光 也可以减少身体的积热 如果经常有腹痛的问题 我们会推荐几个 保健的穴位给你们 如果发生了腹痛的时间 你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首先推荐你的 是内关穴 内关穴在你的手腕的横纹 下面三个指幅 这边有两条筋的中间 可以一直按压 对你的腹痛 胸痛都有一定的效果 筋痛也可以用 如果你压内关穴 对你的疼痛的减缓 效果不太好呢 你还可以压脚上的三阴胶穴 如果你的肠胃比较弱 蠕动得比较差 我们会希望你常常按 竹山里穴 还有河骨穴 除了按穴位之外 还会呼吁大家 餐后多走动 消化有帮助 好 就进入我们Q&A的时间 腹痛的时候 可以采什么中药来吃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危险的行为 我们前几年有一个案子 就是自己吃了一些草药 然后肚子痛进到我们的医院 就发现它是乌头中毒 有些人采的这些药 他想做温阳止痛的效果 可是这个药物 它的毒性很高 它会产生中毒的现象 有些人说中药比较安全 它就会失去紧接性 就会大量地吃 或者东吃西吃 其实这就是中医师 存在的缘故 他要帮你们避免风险 每个中药有它的疗效 也有它的风险 我都吃生肌饮食了 为什么我的肠胃还会不舒服 生肌饮食是很不错的 一个饮食方式 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本身就是在台湾 前几个做生肌饮食的前辈 可是有些的生肌饮食的材料 是比较冷 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胃 有一天 他找我到他家里面 去帮他看病 其实我跟他很熟 只是想去看看他 结果没想到到家里去看 我看他本人我吓一跳 整个脸都是白的 他一直喊肚子痛 我看了他一下 我就问他说 你大便有没有出血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大便出血 因为他整个脸都是白的 表示他失血 失得很厉害 我问他最近有吃些什么东西 他说没有啊 我也都一直吃生肌饮食 于是我跟他说 你有些的配料可能太冷 造成你的胃的肌能 一直在丧失 而且渐渐地产生一些困疑 甚至出血 所以我们要注意 有些东西是不错 但是长期固定吃一个东西 它的风险通常都会比较高一点 有人说排便很痛苦 听说吃乌煤可以帮助排便 有人为了排便 会自己去买番茄叶 然后也有一些商品说乌煤可以帮助排便 可是乌煤本身没有促进排便的作用 它可能是乌煤进了一些什么药 让你吃下去 有顺便有拉肚子的一个效果 其实自己买东西来帮助你的排便 背后长的风险就是你的身体的肾脏 因为你不晓得你买的东西里面有什么成分 长期吃它会不会造成你伤害 尤其像这种没有伤害的食物 它只是一个梅子 里面能有多少威胁 于是你就会一直吃 一直吃 渐渐地这些成分进入血液 就要由肝来做解毒 表示你肝也会受到威胁 再下来有些物质要靠肾来排泄 所以你也看到你的肾脏也会有风险 潜藏在里面的危机 往往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腹痛有很多原因 大肠肌道症便是其中一种 如果有腹痛 身体要先检查 看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呢 只是肠胃的机能性的问题 功能性的问题 这就是中医的强项 找出腹痛的根本才能对症治疗 大爱学汉医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感谢观看